北美防空司令部2月15日表示, 正在华盛顿州和不列迭哥伦比亚省海岸进行实弹防空演习。 就在几天前,该机构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了俄罗斯飞机, 多个空中物体被击落。 13日,四架俄罗斯飞机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上空被发现并被拦截。 北美防空司令部称之为例行事件。 北美防空司令部指出,为了测试反应系统和设备, 北美防空司令部经常使用各种场景进行防空演习, 包括违反领空限制、截击和对未知飞机的反应。 作为周三演习的一部分,各种美国和加拿大飞机, 包括战斗机,将在高空飞行。 但这次演练,与最近两周北美防空司令部和美国北方司令部 在北美上空与空中物体相关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 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下一任国税局局长丹尼尔·维费尔 将向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承诺, 如果他容认这份工作, 将不会增加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家庭或企业的审计, 预计他将审计高收入的美国人。 维费尔可能会在周三的听证会上面临有关新代理上加强审计的问题, 以及拜登政府提出的其他有争议的提议, 例如服务业工人申报小费收入的新报告系统。 服务行业提示合规协议计划是自愿的, 目前正处于公众评论阶段。 美国国税局表示, 该计划旨在利用销售点、 时间和考勤系统以及电子支付结算方法的进步 来提高小费报告的合规性。 加州司法部2月14日提出SB478法案, 禁止在宣传商品或服务的低价时, 排除掉一些必要的费用, 打击、隐瞒、强制性消费。 隐藏费用和垃圾费用的使用 是卖家以一个较低的广告价格吸引消费者, 之后价格会随着购买过程中 附加的额外费用而变化。 卖家经常用小字体、 模糊的描述或误导性的措辞 来隐藏这些额外的强制性费用, 如服务费, 或将其他与税收等合法费用捆绑在一起, 或在消费者花时间进行交易后, 才明确透露。 加州司法部长罗布邦塔说, 定价的透明度和充分披露 对于公平竞争和消费者保护至关重要, 从租车、酒店费用到演唱会门票服务费, 这些隐性成本在购买过程中已经被常态化了。 今天的立法旨在让企业 为他们数以百万加州人的财务安全 为代价的欺骗性和误导性行为负责。 其办公室将继续不懈努力, 确保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 并要求全面透明以保护加州消费者。 2月14日, 欧盟议会批准在2035年起 停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 同时, 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其针对公共汽车和货车的目标, 从2035年起将欧洲新能源车和货车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至零。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强调说, 为了实现气候目标, 交通部门的所有部分都必须积极做出贡献, 包括重型货车, 以便到2050年道路上几乎所有的车辆都将实现零排放。 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目标是, 全法到2035年实现100%的电动汽车。 他在参观巴黎车展时还宣布了新的援助措施, 以鼓励法国人改用电动汽车。 比如,政府希望从明年开始以每月100欧元的价格提供电动汽车租赁服务。 同时,他还指出, 被应对飙升的能源成本而实施的关税保护措施也将扩大到充电站, 以让那些已经转用电动汽车的人可以少付一些钱。 针对近期市场关注的非法跨境展业的整改情况, 中国证监会作出回应。 证监会指出, 对非法跨境展业的规范整改工作均按照有效遏制增量, 有序化解存量的原则开展。 核心要求是禁止未在境内持牌的境外机构违规招揽境内投资者, 并不得为其开立新账户。 同时,仍允许存量境内投资者 继续通过原境外机构开展交易, 但存量投资者向境外账户转入增量资金时, 应当严格遵守中国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 证监会强调, 下一步将督促有关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 落实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稳步推进规范整改工作,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同时将继续加强与境内外监管部门的监管合作, 确保整改工作顺利进行, 维护市场平稳运行。